I do not feel And I know Ah 巴巴巴巴巴巴巴 親愛的爸爸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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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思想的爸爸 他昨天叫我中華 今天又爆花 大成天茫茫又碌碌去為我長大 Oh 哈哈哈哈 Woo 哈哈哈哈 浙江卫士跨年演唱會 開始陸續官宣了 最近官方公布了首播嘉賓陣容 2021 可謂是去流量化的一年 往年各大晚會經常為流量明星所霸佔 一場晚會之後留下的更多的 不是經典的舞台表演 而是五花八門的吐槽 真正有實力的歌手卻被淹沒 甚至得不到真正的認可 現在能夠以實力而定表演 絕對是好事情 看到汪海玲點贊的江蘇卫士跨年演唱會 微博 她說沒有流量的晚會其實更好 也許這次我們將迎來一個高質量的跨年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請流量明星仿佛成為了提高收視率的密碼 久而久之我們卻忘記了跨年的初衷 本身是死久迎星 是為了給自己的那份儀式感 這一次很想看看沒有流量明星的江蘇卫士跨年演唱會 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感動和驚喜 2022年的江蘇卫士跨年演唱會 繼續選在澳門金光週一館進行全球直播 主題是用奮鬥點亮幸福 我很喜歡這個主題 對於艱難的2020年和2021年 這句話是在給所有人打氣 也是在給未來一個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僅從第一波官宣嘉賓來看 個個可謂是實力長將 每一位軍事歌壇上為人稱道的歌手 都有無數歌曲被傳唱 第一位 周深 江蘇卫士的綜藝《2060》中 周深的《長安魏央城》和《流光飛舞》 都是值得去看的表演 而且周深還是出了名的OST小王子 相信能在跨年演唱會上 聽到各種影視劇OST大串燒吧 第二位 楊千華 楊千華發行無數歌曲 可惜我是水瓶座 處處文等歌曲 快指人口 至今讓人循環收聽 今年參加我們的歌第三季 貢獻了多場精彩表演 能夠在江蘇衛視的舞台上 看到楊千華也是值得高興的事情 楊千華本身有相當多的爆款單曲 很適合跨年舞台 第三位 鄧紫棋 鄧紫棋是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的老朋友了 這次她依然會為大家帶來自己的好作品 在已經唱過AINY 句號 光年之外 和來自天堂的魔鬼等代表作 這次鄧紫棋會給我們帶來最新上線的新歌嗎 要是能一口氣聽完粵語版的《兩個你》 和《國語版》《兩個自己》 那就太棒了 能夠聽到國語和粵語無縫先接的呈現 相信一定能夠令現場觀眾們大飽而服 楊千華這次也出現在跨年演唱會上 不知道他倆會不會來一首粵語歌曲對唱 有點期待 第四位 毛不易 同樣也是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的熟人 毛不易在2021年唱過《喜歡你》 至今還是很多人歌單裡循環播放的一首 與鄧紫棋一樣 毛不易最近也出了新歌《無名的人》 不知道能否在2022年的舞台聽到這首歌曲呢 第五位 蕭敬騰 王菲 心不了情 中國台灣十力歌手 今年參加了我們的歌第三季 與張碧晨的組合 貢獻了無數個精彩舞台 蕭敬騰在年底也出了自己的新單曲《彼得潘》 此前在江蘇衛視 我們的樂隊中又高然演唱《我說了算》 不知道這次他會不會以此來一個串燒呢 2022的跨年依然會延續過去的風格和傳統 有對唱 有爺青回 有超強合體 有科技舞台的震撼 有影視金曲的演繹 還有對傳統文學的致敬 晚會就應該是專業歌手的表演舞台 這樣觀眾才會有更多的真正的視聽享受 2022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 值得期待 《彼得潘》 打開錄影集 打開唱片集 讓音樂開始 讓節奏不停 不要不理我 不要討厭我 殘悶的約會 你不能知道 太遠了